30天认知训练营 你好,我是王硕 这一讲我想跟你讲运气 这件看起来琢磨不定的事 常识告诉你 成功取决于你的智力、努力 还有运势等等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常识也告诉你 智力、努力在于自己 而运势呢,它不在于自己 所以只能是穷尽人事 然后坦然面对天命 这些都是对的 但常识没有告诉你的是 最后站在成功之巅的人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你以为他们用智力碾压你 比你还努力,运气又好到爆 如果真的是那样 倒也无话可说 但不是,他们的智力 不能碾压你 他们也不见得比你更努力 他们只是运气好到爆而已 一群意大利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组了一个跨界的团队 做了一个极简的实验 就叫做才能对运气 Talent vs Luck 之所以说是极简 他们把成功之道 简化成一个二元方程 就是成功等于才能加运气 那其他因素全部都画到 这两项下面去 在这个模型里头呢 运气是随机降临的 当然运气的本意就是随机 只不过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被我们叫做运气的许多东西 其实不是随机的 这个待会再讲 你现在只要记住 他们这里用的是 狭义的运气就好 实验环境呢 比现实还要公平就好 你记住这两点就行 在他们的模型里 才能的分布是中型的 什么是中型分布呢 就是中型曲线的顶点 在平均值 然后朝两端的极值下降 绝大多数人的才能 都在接近平均值的两边 三分之二的才能 在距离平均值 一个标准差的地方 这不是假设 而是事实 现实中人们的才能 就是按中型分布的 举例来说 人的平均智商是100 那总共有三分之二的人 就分布在智商85 到智商115之间 那再往两边走 曲线就急剧的走平 天才和白痴都很少见 智商超过145的 一般认为是天才 按照中型曲线呢 天才所占的比例 略高于千分之一 你记住这两个数字 三分之二是普通人 天才差不多是千分之一 运气才能 在他们的实验的模型当中 是这样相互作用的 好运气来了呢 你的收入就增加 坏运气来了呢 你的收入就减少 不过呢 好运气和坏运气 发生在不同才能身上的人 它的效果不同 如果你比较有才 你遇到好运气 你的收入增加的 会比那些才能低的人 遇到好运气 增加的收入要多 这也很简单 就是你有能力 运气又好 你的收入就增加的比较多 你能力不足 即使遇到好运气 你也不能够充分的 利用你的好运气 跟现实生活也是一致的 就是运气来了 你还得有能力抓住它 才能高的人 运气运用的能够更充分 白痴 那运气再好也没有用的 上面讲到的几大要素 运气是随机降临的 才能是中型分布的 有才的人从好运中 获利比普通人要多 这些实验的预设条件 要么是比现实还要公平一些 要么本身它就是事实 要么它是很合理的推断 剩下的就是模型的细节 实验是这样设定的 就是说不论好运气 坏运气 每个人每半年会遭遇一次运气 有可能好 有可能坏 那么他职业生涯 总共要遇到80次运气 哪些人会获得成功呢 科学家的跨解团队 他们拿模型跑了100次 100次的结果可以说完全相同 非常稳定 得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成功的分布 不出意料的 它是金字塔形状 也就是说完全符合 二八定律 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 很多人会认为不公平 但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只要关乎人际之间的互动 它的结果一般都是 二八分布 金字塔形状 最后都逃不了这个形状 第二 这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令人意外的一个发现 就是站在塔尖的 基本上都是普通人 它的才能呢 在中型曲线的中间 也就是平均值辅近 他们能站到塔尖的原因 不是因为才能 就是因为运气特别好 第三呢 反过来说 天才基本上 攀不到塔尖上去 运气好到爆 这件事情 从来都不发生在天才身上 结论就出来了 那些最成功的人不是天才 他们也不能用智力来碾压你 他们也并不见得比你更努力 他们只是运气比你好 在现实当中呢 我们确实偶尔能看到 站在塔尖上的人 他确实是天才 那也不是说 刚才说的这个实验 他就错了 而只是说 当你每看到 有一个天才 站在塔尖上 你一定要想到 有多少个天才 没有站上去 你一定要想到这一面 没有人不重视运气 我们大家都重视运气 但是运气事实上 重要到这个地步 还是能把离我给吓一跳的 以至这个结果 反推回去呢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当运气 他随机降临的时候 他往往降临 在人比较多的地方 如果天上掉馅饼 地上有一千个人 在那准备接 里面有一个天才 有大概近七百个普通人 你觉得掉馅饼 他会砸到谁 对吧 当然是砸到普通人 如果说一个人 从底层攀到金字塔尖 他要有十次好运气的话 你想想 天上掉十次馅饼 每次都要砸到 这千分之一这个人 他的运气得多好 这种基本上 就是生活中 不会发生的事情 运气随机降临 才能中心分布 有才能的人 利用运气的能力 更强一点 这三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极简模型的假设 它已经是非常公平的 现实其实比这还要不公平 比如说代际之间 上一代下一代之间 很明显是父母成功的话 他子女成功的概率 就会更大一些 哪怕我们不考虑 这种家庭传承的因素 我们就考虑同代人 他也很明显的是 有马太效应的 比如说你我过往的成功 他会变成一个信号 我们过去成功过 社会就会认为 我们比较能干 觉得我们比较有才 那接下来就会更多的 往我们身上投资 对吧 以为压上了好码 其实它只是压在这匹码 过去的运气之上 你以为你压上了一匹好码 但是你很可能是压在了 它过去的运气身上 而运气会不会重来 这件事情要看将来的运气 对吧 社会也不傻 当然知道过去的成功 它有很多运气因素 但是就像你 我在今天之前也不知道 运气的作用会大到这个地步 那么明白运气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之后 对你有什么用 从小里面说 如果你看到身边 有天才式的人物 你不用嫉妒他 你不如联系他 帮助他 因为他的命 极大概率会不好 刚才已经讲过了 天上掉下的饼 砸不到他身上 从大理说 你跟自己和解 你不必接受那些 混账话带来的二次伤害 说什么运气是强者的签词 是弱者的托词 当你竭尽全力 如果仍然功败垂成 你就是输给了运气 而命运垂轻的那些人 只不过是心人而已 刚才讲的都是心理按摩 但是如果往实用里面说的话 你追逐过去的成功 在赢家身上 继续下足这件事情 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分清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过去的成功本身 它就催化接下来的成功 马太效应的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这种成功的特点 往往是说它的评价是主观的 社会化的 比如说网红 它网红它越红 它就越有可能更红 这是一个我们都能观察到的现实 但第二种情况 下一步的成功与否 它有独立的客观标准 比如说科学家过去做过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它未来还能不能做下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这是有客观的标准的 不是说它说是就是的 而是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突破才行的 又比如说历史表现优异的基金经理 那未来是不是表现还优异 那也不是他说了算的 而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他的收益率高就是高 低就是低 亏损就是亏损 盈利就是盈利 这一类是下一步的成功与否 有客观的独立的标准 刚才讲到的 做出突破性研究的科学家 历史表现优异的基金经理 现实中他们往往都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追加给他们的投资 但是下一步的科研成果 未来的投资回报跟过去的关系不大 是比较独立的 都要独立的取决于他们将来做的怎么样 也就是说他们将来还得再次接受运气的考验 那么刚才讲的两种情况 对于第一种呢 它的成功与否的评价是社会化的 主观性很强的 如果它的趋势已经起来了 你就跟住趋势 你可以追逐已经发生的成功 至少可以追逐相当长的时间 对于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过去已经成功过 但是未来的成功 它有独立的客观的标准的话 那么追逐已有的成功这件事 是一个很差的策略 还是上面的实验 这个科学家团队发现 比如说我们分配科研基金 如果要追加投资 回报最差的策略 就是把投资追加给已经最成功的那些人 如果一个科学家已经获得过突破性的科学发现 你未来把科研的投资进一步追加到这些人身上 我们经常看见社会这么做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这么做的 但它的回报是最差的 这其实挺反常识的 就是一个科学家已经有突破性的发现之后 你觉得他肯定是水平高 然后你追加投资给他 结果回报是很差的 在他身上发生下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事实上的概率会比较低 比他好一点的策略 是部分的追加给已经取得成功的这些科学家 然后其他的资金随机的分配 这会好一点 但最好的投资策略 是把追加的投资平均分配给所有人 它的好处在于广众博士 他没有留下死角 他看上去是不够有效率 但是他能够对抗运气的 马太效应式的再分配 就是过去成功的 他的运气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他就独占的过多的运气 可以让运气更平均的降临到更多人的身上 而在更多人当中 也许就潜伏着一两个天才 从而就提高了天才获得成功的几率 为什么这个策略是最成功的呢 因为他让潜在的天才 免于受到运气的进一步的伤害 这才是我们超额回报的源泉 这道理适用于怎么有效的分配科研的投资 也适用于你怎么把钱投给基金经理 你如果有钱考虑投资 你又考虑是分配给什么基金的话 你一定不要追逐这个基金过往的历史回报 过往的历史回报越好的基金 在未来的表现大概率会变差 这已经被大量的金融的实证研究所证实 这基本是一个最差的策略 就是你不能够追逐明星基金经理 不管他是投什么 投股市也好 还是投这个P也好 他有很强的一个均值回归的倾向 刚才讲这个道理 他适用的场景是很多的 只要你需要识别好码 他就有用 你必须给所有人机会 你才能少埋没天才 对天才好 对你自己才好 总结一下 这一节我跟你讲的运气 我们都知道它很重要 但你肯定不知道它重要到这个地步 所以如果你是分配者 你可以采取平均分配的策略 来应对运气的随机分布 同时你得明白 成功者绝大多数的原因就是运气好 懂得这些 你可以更好地分配你的资源 经历 资金 你也可以更好地跟自己和解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来自于一篇英文论文 我刚才已经提到它的名字 就叫做Talent vs Luck 如果你还想了解得更细 我在文稿里留了链接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今天给你留的思考题是这样的 今天讲到站在金斯塔尖的 基本上不可能是天才 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偶尔我们会觉得 站在金斯塔尖的人 他不光不是天才 甚至也不是普通人 我们觉得他太傻了 他是弱智 那你觉得你的这种想法可能吗 就是说站在金斯塔尖的人 他是弱智的可能性 存在吗 下一讲 我跟你讨论三观 很多人把它作为交友的评判标准 但我劝你不要太苛求 为什么 我们下一讲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